人烟红年亦老多,何时英雄货路上, 始终不解闲二天,空流一人作西风, 不踩江湖,江湖是一幅画,江湖是一首歌, 江湖就是一壶酒,江湖好友多, 江湖之己上,平心静气半大烟, 雪气风刚一碗酒,来采的境界这是赏品, 不要再周骂娘多,何时事后早知道, 前山最鄙视之行为,亦如此此类也, 背话太多了,切入正题, 今天的足球推荐如涛涛之脚水奔流不鲜, 又懒如闺蜜般且且细语如斯, 零二七法加利昂VS斯特拉斯堡精彩推荐, 让酒主副薄拼上一轮良心败兰斯, 客场小富且贝林峰,心中之腾自是难以言明, 擦擦伤口面对不败的来访之客, 斯塔拉斯堡这个巨人杀人, 客场二比零完美战胜波尔多, 值得我们高看, 而主场一颗攻守俱佳的上一天, 也算值得称道, 助盘主队开出如此身旁, 无非就是借助名气开出此盘, 上盘水温压低, 入手舒服且毫无压力, 本场里昂可能急于取胜, 而半场不曾斩获, 下半场取得进球或可能进而取得再次进球, 或被最后时刻绝评, 本场看好主队最多一球小胜, 可以适当博以下平局, 比分开好二比一, 一比一, 零二次的假扮人姆尼黑VF霍芬海姆尽才推荐, 要求胜德国的代言人, 毫无疑问就是白爸, 拜人, 一拜天地, 二拜高堂, 夫妻对拜, 等等, 先拜拜人, 赛季莫的杯赛是力和德国世界杯的糟糕表现, 当然也有阵中期, 他国家主力的玩笑级数据, 比如莱万九, 说错了, 是莱万多夫斯基, 就是黑一下他, 曾记得世界杯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他是什么超级射手, 哼哼, 虐太高手才是, 超级算了吧, 这辈子甭想了, 这辈子是不可能得了, 闪了, 小心来粉喷我, 说的哪了, 对对, 糟糕表现, 其实看了世界杯的比赛, 就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身在曹银, 心在汗, 又偏提了, 早知道不喝酒了, 正因为这样, 本场比赛半人中将定会像在对法兰和福特的超杯上一样, 要让客队彻底背一回, 盘口上毫无疑问, 照单上赛季, 打穿, 因为我是主场, 我要穿, 我略升上盘水, 我喜欢我就穿, 我是主丑我就穿, 就这么简单, 比分开好4比0, 4比1, 今天选场好失败, 身旁确实比较难把握, 上面的分析其实就是细血, 中了, 跟我有关, 黑了, 我不承认哈哈哈哈, 足球的姑妈, 我扔给本子妈, 我说完正话, 与总比一的冲我笑了笑, 默默走开, 五大连载赛事预测和精彩推荐,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 真格足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